诶 确定这可以说吗 YouTube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点开一个 红红白白的APP 一直在看YouTube 所以今天的节目 我们邀请到一个YouTuber 我们继续一起听下去 诶 确定这可以说吗 我是妞妞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 绝对什么都可以说的YouTuber 乃哥 嗨 大家好 我是乃哥 我在YouTube上面经营了一个 小小的YouTube频道 我以前也从来不会用YouTuber来自我介绍 但是自从我有了一万订阅之后 我想说好 我现在就是一个迷你YouTuber 对 如大家所看到和所听到的 只有两个人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子君牧师和咖啡帽阿姨 困了 乏了 他们就放鸟了我们 所以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 我觉得现在非常感恩 因为还好是乃哥跟我一起录 什么都可以说 如果是什么别的比较年长的 我没有在说谁 就是比较难什么都可以说的人 我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今天只有两个 未满18岁的人在这边 未满18岁 OK 未满18岁的人在这边 所以首先我想问就是 既然我们的实在是 未满18岁的时代 大家都在看YouTube 那从一开始你做YouTube的动机是什么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要做YouTube的动机 一开始我只是一个非常喜欢看YouTube的人而已 YouTube上面有各式各样子路线的人 有的人非常的好笑 有的人拍的影片特效非常的厉害 也有一些人他单纯只是把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分享出来 就会让我非常想要去关注他们 就好像多交了一个网路上面的朋友一样 所以我一开始去做YouTube的动机 你可以说是因为我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分享我自己 尤其是分享信仰 其实我跟我的同学就是有来过我们节目信仲牧师的女儿Chloe 我们一开始做YouTube原因是因为有一天我去他家玩 然后超级无聊的 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其实可以拍影片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已经有点放鸟 YouTube 因为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大数据的推动真的有差很多 有些影片就会大数据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论的 会帮我们推很多演算法 对演算法 就会帮我们推很多很多观看 可是有时候就没有 那你的频道会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在经营YouTube的时候啊 很多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你只要抓对的那个诀窍 然后就爆红然后就超多人关注 其实是有的啦 但是你很简单 你平常在滑手机你去看哪些影片会爆红 你就是学他们去拍那种路线的影片 的确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 只是我不一样的一个部分是 我在开始做YouTube频道的时候我就决定 我不要走一个去追求流量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所以一开始的我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我做YouTube做了一年 拍了50个影片 你猜有多少人追踪我订阅我的频道 2900 答案是77个人 一年喔 我拍了一年的影片之后呢 只有70几个人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我每个影片花10个小时剪接 Oh my god 你能够想象花10个小时去拍摄一个影片 拍出来之后只有20个观看 20个观看里面其实只有三个人 把你的整个 把它整个看完 其中一个人是你自己妈妈的时候 你会多么想要去放弃做这件事情 但我非常感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的初衷 我想要分享我的信仰 所以即便就只有那一两个观众在关注我 我也愿意继续做下去 就做到了今天了 那这些信仰的题材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信仰的题材其实就是我自己平常想要找人家讨论 但是就是你也知道在教会里面好像有一些不好说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我想要找我的小组员谈 想要找我的牧者谈 找教会的长辈谈 没有人想要理我 我就只好自己在网络上面自己讲得很开心 然后看看留言区会不会有一些人来回应我 所以好像目前算是达到了这个效果 那在你谈这些东西 因为比较聪动的话题 比较聪动的议题 会不会引来很多负面的评价和负面的直接直求跟你对决的人 的确引来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评价 我在开设我的YouTube频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要把留言区全部打开 而且任何人的任何留言我都不删除 除非是诈骗集团 有些诈骗集团会在下面留一些留言说假装自己在教会 然后叫你奉献给他 但是大概我就会把它删掉 但除了那些之外呢 攻击我的人不同意我的人 我通通都留在那边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很缺乏一个可以让大家去对信仰 对我们的信仰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留言区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的确就是会有双方的意见 甚至三方甚至四方不同的意见的声音出现 但就很精彩 我常常觉得我的留言区比我的影片还要精彩很多倍 所以你会直接回复留言还是你会再拍一个影片再留言 非常好的问题 看是哪一个议题 有一些议题如果我拍完之后下面的留言区还是吵起来 吵的就是很恐怖 我就会再拍一个影片去把一些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点 但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的留言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论点 即便他讲话的口气很差 我还是会决定就是好好很和气的去跟他回应一下 妞妞你之前会想要跟朋友一起在网路上面拍YouTube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去开始的 以及你虽然说你们现在停止了 你觉得你停止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们越长越大 然后我们开始有不同的社交圈 然后有不同往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们因为如果一个人拍影片你随时都可以拍 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拍 可是如果你有两个人一起拍影片 你要有共同的默契到了 然后你要确定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 就会比较多的拦阻去拍影片 所以我们最近都比较多在做Instagram 因为短短的短短的影片 然后很快就可以拍完 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剪辑 这的确是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小小的优势 因为我没有团队 我就是一个人 然后我的相机 然后在我的房间 所以你全部都自己剪 全部都自己剪 我有一个小编会替我上字幕啦 那是后来才有的 但是我平常要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就是在我的房间 然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打开之后呢 就在那边自言自语 然后就讲个二三十分钟 有时候就是直播讲个一个小时 所以讲久了 其实你看到相机会感到非常的熟悉 因为就是平常跟他讲话讲非常的多 我记得没有很久 然后去年在 我去参加那个Radical跟Revival 然后你开了一堂工作坊 我有去上 所以可不可以也跟这个听众和观众分享说 你怎么这样子分配你的时间 在做YouTube上 其实YouTube我觉得啦 跟做大部分的事情一样 如果你今天想要 养成一个好好运动跟慢跑的习惯的话 你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今天可不可以跑一百公里 你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每一天都跑个三公里 所以做YouTube经营这些社群平台也是一样 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有很好的点子 他就一口气就花二十个小时 然后拍出一个影片 然后就没力气拍第二个影片了 所以我的做法是反过来 我就每一周给我自己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给我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三个小时拍出什么东西来我就上传 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做法啦 那做久了其实稳定下来 经验也变丰富了 频道也成长起来了 所以其实是从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始 我觉得我也可以替现在跟我年纪很一样的人为 就是做YouTube真的可以赚到很多钱吗 这个好 我就在这边公开 我到底在YouTube上面赚多少钱 可以说吗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说 其实在YouTube上面他会有广告费 也会有一个叫做会员的机制 广告费的方式就是 你能够吸引越多的流量 你就会赚更多的钱 我就是很害怕我变成一个被流量主导的YouTuber 所以就整天就拍一些充流量的一些影片 跟其他的YouTuber一样 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我所有广告的收入 我就奉献给教会 我的做法是如果真的有些人他们喜欢我的影片 他们有得到帮助的话 他们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来支持我 那我会特别再拍一些会员影片 来感谢大家 到目前为止呢扣掉税 要缴税喔 要缴税给美国政府 所以缴税之后呢 一年的收入我大概可以做到将近有30万台币 但是成本大概就扣掉一大半了 所以真正进我口袋的钱可能就是比较少一点 那除了在做YouTube以外 你还有其他的收入吗 我其实是教会的全职传道人 所以我平常在教会幕会啊 讲道啊 带学生带小组等等 然后自己就是另外再空出一点点时间来 来做直播跟拍摄影片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在分享这些议题的时候 教会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一开始我在拍很多的不同的主题的时候 我最担心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拿着我的YouTube影片 冲到我的面前说 你怎么讲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 但也是非常感谢上帝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其实是因为我的牧师他非常的支持我 他非常支持我在网路上面 用这样子一个比较特别 你可以说比较奇怪的一个方式 去分享信仰 所以他懂我背后的理念 很多的时候是他替我去跟这些弟兄姐妹去沟通 去说你把人家的影片看完 你才会看到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我的出发点就是我想要分享我的信仰 即便我使用一些比较聪动的标题啊 像是这就是基督教讨人厌的原因 这是我的一个影片标题喔 但我里面讲的内容 其实是我自己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在自我反省 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你可以说特别的方法 年长者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啦 但是这的确是可以吸引到年轻人的目光 甚至吸引到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的观赏 观看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聪动的标题 但是里面如果大家看完 他们就可以很接受基督教 我觉得这方法真的很棒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你做YouTube的期间 会不会有什么很低潮的时候 对其实前面已经讲完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了 就是花十几个小时拍完影片 77个订阅 对77个订阅 然后什么影片只有三个人把它看完 害我呀 所以其实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自从那次之后 因为已经有一个人生最低潮了 就是做了一年之后 就是没有人要看你的频道 从那次之后 我其实还真的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上帝呀 如果我这样子拍YouTube 拍个五年的时间 没有一千个人订阅 就不拍了 那我就去拍抖音好了 所以可是最后就是有啦 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所以目前还没有转站到抖音去 我很好奇耶 念念念你有在做抖音吗 完全没有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刷抖音 我不敢下载这个APP 因为我怕我下载以后 我会一直滑一直滑 因为很多我基本上我在捷运上看很多人都在滑滑滑滑 对啊 那我超好奇的 当大家都在滑抖音的时候 那是不是滑YouTube的人数 对 我现在就发现这个 因为滑IG的人比滑YouTube的人还要多 所以看我跟Chloe的IG影片的人 比滑YouTube的人还要多 所以我们就觉得 天哪 很sad 诶 确定这可以说吗 我是妞妞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再一次谢谢乃哥当我们的嘉宾 哈喽哈喽 我们刚刚上一集讲到的是说 现在有越来越多社群媒体 可以看影片的地方 太多选项 对 而且人越来越只想看短的影片 如果YouTube 像我们一直po长的影片 是不是人不想要看 乃哥的频道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 虽然我的频道还没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可能我过去做YouTube的这六年的时间 在台湾使用YouTube的人数还在增长 比如说在六年前我爸妈是不会用YouTube的 那过去这几年他们开始也自己也有YouTube的APP 电视上看电脑上看手机上看 但的确如果是你这个年纪的人的话 真的是很多的人已经没有办法看十分钟的影片 二十分钟的影片 快转快转快转 大家就是只看那个三十秒甚至四秒钟就换下一个 四秒钟就换下一个 有一个 不只一个 有好几个纪录片在讲 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很多青少年或儿童的身心发展 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我目前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我目前的想法是 无论如何 不管以后 说不定以后YouTube也会有结束的一天 甚至抖音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说不定以后大家都住在元宇宙里面了 不管 我的初衷是我想要透过这些网路社群的媒体 用这些新媒体来分享信仰 那无论如何 我就是找到我可以使用的方式 使用的广道 把这个信仰分享出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不论在哪里 但是都可以分享这个信仰的概念 我觉得很棒的 那像是你们做这些短影片 你们觉得做短影片有什么技巧 是跟我们做这些长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YouTube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快很准 快很准 不要太多废话 真的不要太多废话 不然大家很快就会好 那讲话语速需要很快吗 就是超快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做很多短影片 一分钟以内就要做完 那是不是在剪接的时候呢 还要再把它加1.5倍速 让那个速度再更快一点点 其实我们会固定说 你这句话我们这句话就只能讲多久 这个想法就只能讲多久 马上就要换下一个 下一个 就是真的要浓缩再浓缩 精华再精华 可是我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来讲 我可能不能代表所有我这个年纪的人 可是我觉得我身为在这样子时代的话 我觉得我们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 其实很难让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稳定下来 如果哪个在教会带青少年的话 你有觉得感觉我们很难稳定下来吗 真的有 因为我们每一年暑假也是会办暑期的营队 所以你每一年就会很清楚的看见 最新的那个小学身上国中的那一届的学生 他们的整体状况 再加上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暂停过一段时间嘛 所以可能也有断掉个两年 没见到这些学生了 突然间让他们回来来参加暑期营队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明显 以前我们老师在台上讲个故事 讲了15分钟 差不多同学都可以听 现在发现就是同样年龄层哦 完全注意力不行 你现在讲到第三分钟下面的人就开始恍神了 真的是有影响啦 但还好我觉得是可以训练回来的 大脑有可塑性 你小时候滑太多手机被训练 只能有很短的这个注意力 有注意力缺陷了 但是没关系你长大之后呢 总是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比较花长时间 去经历的去思考的 我觉得在信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你没有办法在一分钟之内 有一个有效的读经祷告的生活 60秒真的太短了 所以你迟早要去练习 10分钟静下来 30分钟静下来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啦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 再从77个订阅变到现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在你的频道当中 我都默默的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被锁在家里不能出门 所以就只好一直看YouTube 让我的频道成长了非常多 其实真正最大的转捩点 其实是你爸爸 子俊牧师的一个贡献 真的假的 很好笑 因为我来自一个默默无名小小的一间教会 所以当我说嗨大家好我是乃哥 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在网路上分享我的信仰的时候 因为我吓得标题太聪动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在网路上面观看我影片的这些基督徒 他们都不敢看 不敢订阅 甚至不敢点开我的影片 有一天呢跟你爸爸一起拍了一个 就是今天不讲理的一个节目 就是他跟我一起有一个聊天分享的时间 所以大家就看见说 哦原来这个乃哥跟子俊牧师这样子聊 好像也不错耶 所以就有很多的基督徒 就是原本都不敢看我影片的 他们就终于订阅我了 所以对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是跟你爸爸有关的 你们原本就认识了 没有我们也是因为录那个节目才认识的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对啊你看做YouTube做到可以交朋友 今天会做在这边也是因为有YouTube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大家可以去把 网路上面的这些社群媒体 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他 他不只是一个娱乐而已 他就是一个新的讲故事的方式 一个新的去认识别人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觉得在YouTube或者是 我自己比较常在用IG 我觉得在Instagram上分享信仰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用社群媒体分享出我们的信仰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会要花比较大的勇气 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信仰 可是我觉得这个方式是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发出一些 我是基督徒我想要分享一段经文的话 你可能看对影片了 对 然后我又突然又有一个问题 在创作YouTube 你是每个礼拜都更新吗 那每一个礼拜都更新是每个礼拜都要想题目 会不会遇到瓶颈 常常会遇到瓶颈 常常会不知道说糟糕今天要拍什么影片 所以最厉害的方式就是偷别人的点子 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订阅一些英文的YouTube频道 有很多的加拿大人 美国人 他们都只是普通人喔 跟你一样只是个高中生 或者是上大学的只是个大学生 他们就把他们平常的教会生活 把他们平常信仰读经祷告的生活 分享出来给大家听 然后他们也会去分享他们身为一个基督徒高中生 基督徒大学生 或基督徒刚出社会的一个年轻上班族 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就去看他们的影片 然后去学习他们怎么样去讨论一个事件 然后就把他们的点子抄过来 用中文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酷 我以前有听过别人讲说 你今天想要当一个很会拍电影的导演 你就去看别人拍的电影 所以今天你想要成为一个很能够拍YouTube影片 很多创意很多点子的YouTuber 你就要常常去看别人都在拍什么东西 那你觉得在做YouTube的期间 你觉得有没有是你原本的特质 让你在YouTube上特别的顺利 我原本的特质喔 我觉得我原本就有一个特质 也不知道算不算特质 我是家里排行最大的哥哥 我最小的弟弟笑我12岁 所以你可以说我孩子是个青少年的时候呢 我就拿我弟弟来练习 以后自己要当爸爸要怎么去带小孩啦 然后当然因为家里有很多表弟表妹 我是最大的大表哥大堂哥 所以我常常跟儿童混在一起 就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混在一起 因此常常我在跟他们打桌游的时候要讲规则 或者是有时候单纯只是我们就讲一些故事给他们听 因为有些这些亲人家人他们不是基督徒 我会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 所以我就练习怎么样用一个连小朋友都听得懂的口吻 去讲述一些东西 这个能力当我开始去用YouTube的方式去传达我的信仰 或者是分享我想要讲的话题的时候呢 我发现还蛮重要的耶 当你可以把一个信息一个内容 讲得让小朋友都觉得有趣 而且小朋友都听得懂 这个时候你到网络上面更广大的观众的时候 他们的接受度也会是蛮高的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 你要能够学会怎么跟小朋友互动 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非常欢迎大家加入 我觉得在这个频道这一集的尾声 可不可以请乃哥分享给现在 如果正在想要当创作者 或者是正在想要拍影片 YouTube Instagram的人 可不可以有一点小小的分享 如果你也希望透过新媒体 网络媒体 或将来元宇宙 谁知道以后都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了 用这些方式去分享信仰的话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遇到同一个最尴尬的问题 就是万一我说出来的这些东西 不被大家接受 甚至被人家反对 甚至被人家攻击 怎么办 对于这件事情 我的答案就是 你一定会被攻击 尤其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你去读圣经 你会发现出去传福音的人 就连耶稣本人都被很多人攻击了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去分享福音的时候 肯定也是发生一样的事 因此 怎么样预备你自己 让你自己是一个预备好 即便你今天分享的信息 大家不想听的时候 你都还是可以看见 你其实是在为上帝 在传这个福音 而不是为了你的按赞订阅次数 在分享这个福音 这件事情要记住 只要这件事情还在 你记得你是在回应传福音这件事 那就好了 嗯 最后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当如果 有人 就是应该是跟高伯母讲的有点相反 就是很成瘾在社群媒体 很成瘾在看影片 刷影片的当中 有没有什么方式 或有什么建议可以告诉大家 通常我现在出去 跟人家分享如何去经营社群媒体之前 我都要先教大家 如何不要先成瘾在社群媒体里面 呃 其实很辛苦啦 现在很多的小朋友 可能从五六岁爸爸妈妈 就给他一只手机 他就可以无限滑 滑到十五岁 滑到十年了 真的要把它当成在戒毒看待 手机成瘾的问题 不来得比毒品成瘾的问题 所带来的后果还要更小 也是一样大的 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是 你一定要在手机 网路 媒体之外的现实世界 有一些你能够得到成就感 能够得到幸福感 的事情 去把你的目 把你的注意力 从网路世界 转移到现实世界 因此你的人际关系 其实很重要 因此你有在现实世界 能够付出 能够贡献的地点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教会 都会鼓励我们的青少年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外面 交到一些朋友 你一定要能够在教会里面 能够有一些你可以参与 付出的一些地方 当你有这些事情做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渐渐的去减少 你使用手机的成因的程度 你直接想要凭一意志力 说我不要滑 我不要滑 我不要滑 但是你在家里也没事做 那你就很难克制 你自己不去滑手机 我觉得听完乃哥的分享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即便我们活在一个 很多很耸动的世代里面 但其实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心里面 所想的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们看到一个 很耸动的标题 可是其实里面的内容 并不一定跟这个标题一模一样 我们可以很有耐心的去看完 然后我真的觉得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我们的一切 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 很多的多样性的社群媒体的当中 但是我们可以慢下来 然后同时间 我们也可以在社群媒体上面 分享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 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 谢谢乃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 也谢谢大家 参与我的第一次被放鸟的主持秀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